下列原子或離子中合者的電子組鈣為基鈣 A,鎂,鎂為第三週期的2A組 所以內層電子可以用第二週期的Nine來表示 鎂鎂為3S及3P Nine,原子區是10,故內層已經有10個電子了 鎂原子區是12,所以還差兩個電子 剩下來的兩個電子先放在能量較低的3S軌域上 那3P沒有停到電子,所以可以不用寫出來 A選項當中的鎂的電子組鈣寫成奶 3S1、3PX1 這樣子應該不是基鈣而是激發鈣 因為3S還沒有填滿,就先放到能量較高的3P軌域上 是屬於能量較高的激發鈣 B,碳 碳為第二週期的4A組 故內層電子可以用第一週期的H來表示 那架果欲為2S及2P 碳的原子區是6,總共中性的時候共有6個電子 內層H已經有兩個電子了,故還有4個電子要放在2S及2P上 2S放兩個,那2P再放兩個 B選項當中的碳電子組鈣寫成H2S2、2PX1、2PY1 這樣子是正確的 請同學要記得宏德定則 有兩個電子要放在能量相同的3個2P軌域上時 應該優先以相同的自選方向 韌力放在兩個2P軌域上 因此 題目選項當中的兩個電子 放在2PX4及2PY軌域 這樣子是正確的機態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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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內層已經有了18個電子了 所以還有12個電子 兩個填在4S 那剩下的10個就把3D填滿了 4P沒有放到電子 所以4P可以不用寫出來 那今天不是問中性的心 而是問兩個正電荷的心離子 表示說對中性的心的電子主態 還要再失去兩個電子才為心離子 那要移走電子的時候 優先從 N值較大的4S2果律開始 將電子拿走 因此 二正即是移去兩個電子 故將4S2的兩個電子拿走之後 心離子的電子主態即寫成AR3D10 C選項當中的心離子電子主態寫成AR3D8 4S2這樣子並不是基態的寫法 諸 蒙 蒙為第四周期的過渡元素 所以電子主態內層電子可以用第三周期的亞來表示 那架果欲呢為4S3D以及4P 亞的原子序是18 內層已經有了18個電子了 那蒙的原子序是25 中性的蒙總共有25個電子 所以今天還有7個電子 那兩個放在4S 剩下的5個放在3D上 4P沒有填到電子 所以4P可以不用寫出來 故蒙的中性的蒙 機態的電子主態應該寫成AR4S2 3D5 諸選項當中的蒙寫成AR3D7 這樣子並不是機態的寫法 在3D上 4P